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新手加油这场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突然想到了刚开始接触这个节目的时候的感觉 一群明星不会开车嘛 来到节目学开车 充满意味的情况之下 耐心观看了一切又一切 看到他们学车 小编想要自己练车时候的紧张和刺激 但节目还是充满了幽默点的 通过这个节目 小编对周深和王林凯也有了重新的认识 周深采用综艺节目也挺多的 这次在新手加油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学员 他从刚开始对车有种恐惧感 到后来能够熟悉的转握 除了教练的指导离不开 就是他自己的努力了 尤其是他的尖叫声 在刚开始几期内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 他的认真努力支持和坚持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人自身的优点 很多时候呢 人生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 放弃还是坚持呢 只在一瞬之间 在周深巡逻这段时光里 他给大家带来的是欢乐和正能量 可能会小心翼翼吧 可能也会让人感觉到有些呆萌 但是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当他顺应拿到驾照的那一刻 相信很多人都如小编一样 替他开心替他高兴 他自己也是感触颇多的 而另一个学员王林凯呢 小编也要多说几句了 王林凯很多时候都会让教练感到头疼吧 对于很多的规则 他可能比较的随意 没有说严格按照要求来完成 所以弯出来的就是心跳嘛 他的教练也不止一次的被他担心了 主持人在场外呢 也说过了几次 因为开车不是游戏啊 出了事故呢 就是厉害的 节目当中这样都已经够吓人了 到了现实当中车祸 我们见的也是太多了 记得财哥坐王林凯的车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个情况发生 不按照指示开车 财哥都为他捏把汗呀 这都是前期呢 后来他也是很认真了 拿到了自己的驾照 新手驾到 新的一期呢也快来了 微博提前来个学员档案的大公开 里面包含了学员的很多新鲜啊 学员能将节目中最难忘的事情写了下来 对教练说的话呢 也写了下来 看到各位学员对教练说的话呢 小编也是感触很深的 尤其是周深呢 他写的比较多 感觉到财哥对教练的使命感了 安全第一永远第一 后呢也是希望和财哥一样开心 让人感动 而网林卡的歌家直接了说 您辛苦了 江湖再会 简简明了 连勇感叹好 充满了江湖气息 和他平时练书风格有的一拼啊 新丑家道将以来 收官了你对这个节目 还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可以在评论区多聊一聊哦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